台湾透过人工生殖完成生孩子梦想的夫妻逐年增加 但是国家整体的生育率还是不够理想 而为了避免少子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卫生福利部宣布明年开始推动人工生殖三阶段补助 每年最高可补助10万元 抱着刚出生的小baby新手妈妈笑得好开心 不过不是所有的妇女都能顺利怀孕生子 有些必须靠人工生殖才能如愿 而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 也减轻不孕夫妻的经济负担 卫福部决定推动三阶段人工生殖补助办法 在高龄化我们是世界最快 那么子女化又是最后一年 所以整个国家是面临着我们国家安全的问题 卫福部表示从明年上半年开始 将先推出第一阶段人工生殖补助 对象为中低收入户夫妻 每年最高补助10万元 预估将有391人次受贿 到了105年将在推出第二阶段补助 对象为加户一年总所得 平均在77万元以下的不孕夫妻 每年最高补助3.8万元 预估将有9431人可受贿 到了106年时 再推出第三阶段补助 对象为加户一年总所得 平均在142万元以下的不孕夫妻 每年也是最高补助3.8万元 预估将有14844人受贿 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活产率 是来自于民众自己花钱 那所以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压力 希望务必要能够成功 于是呢 妈妈跟小孩都承担着不必要的风险 卫福部强调为了保障不孕夫妻 接受人工生殖技术的品质 另外也将规划相关人工生殖机构 品质管理措施 包括制定植入胚胎数的限制 以减少多胞胎及早产 低体重等并发症增加活产率 记者蓝水明丁之间 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